他們務實 穩健 謹慎 是最可靠的一群人 能幫你把生活的一切打理好 任何事情都能理性分析 想追求和另一半安穩的過日子嗎 那就快來認識他們吧 月老知情中 土象星作片 那平常大家都怎麼稱呼你 心童 興趣是什麼 跳舞 音樂 看電影 拍照 你可以跳什麼類型的舞 Locking Locking 好帥喔 可是我剛剛跟妳的造型 我永遠就跳現代舞那種 就是那種造型 是不是可以發展一下 也是滿像 是什麼星座的 摩羯座 那你覺得自己像摩羯嗎 就我們那種程度上滿像的 摩羯是會悶騷 對 滿悶騷 而且滿固執 得算固執嗎 應該說好聽一點 算好相處 大家都雖然說滿好相處 但是我自己就是滿gain的 為了照顧他的持續 所以我自己其實會比較 比較悶一點 所以你要找的對象 應該要可以就是讓你很自在的 對 單身多久 一年多 什麼分手的 稍稍不合點 然後累積次 那時候脾氣不好 咪啊 對 那時候 什麼意思你現在 沒有去上那種什麼殘修班 就太成佛了 成佛了 為什麼 自己害一段關係 變得不好 他覺得不是 但是我就覺得自己有 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 哦 前任是什麼星座 雙子座 有個滿要好朋友 還是雙子座 就某種程度上還滿忽略的 就帶給我快樂 有沒有很多人說 雙子座難跟渣 渣男很多 我覺得應該不能這樣說 應該會讓你比較沒安全感 但我在一段關係 裡面一直都很有安全感 你怎麼會這麼放心 如果你再去擔心那些 就某種程度上 是對自己自信不夠 如果一段關係 會走到那樣的程度 我覺得他本身就有問題 其實就是你一直擔心 然後可能會造成你們之間關係不合 那不如就不要去想擔心 就先享受當下 很有道理耶 我有跟孫姊 孫姊的話會想要送對方什麼地方 有時候會想要買牛皮的短夾 或是卡夾 或是享水之類的 那如果是你自己會享受到什麼 就是如果只是寫這樣小卡片 其實我也覺得他也很安全 那你理想型的外型是怎麼樣 至少172以上 我覺得感覺對比較重要 那感覺到底是什麼 他有一個很領域是幾度的力量 他很專注在他的領域之類的 我覺得這些會比較吸引 認真的男人那種感覺 就要有趣一點 有趣 你覺得很大蘇醒喔 大蘇控 之前有一些是 就是反正有感覺的 都是比較成熟的 真的喔 來吧 我的大蘇 哈哈哈哈 你平常該會怎麼叫你 呃 Yoko 很喜歡日本文化 對 很喜歡 你單身多久了 兩年多了 是什麼星座的 星牛座 你覺得自己像星牛座嗎 就是 有時候比較 賣熟這樣 不會像那個雙子一直在那邊 嗯 你也有很內向的 雙子什麼 沒有雙子很醜 欸沒有要醜 好 那你的興趣是什麼 興趣是攝影 那我在拍照 有有有 然後看電影 我會健身 動訓飛輪 可是你看起來好瘦小 可能就是穿那個 對 我把它藏起來 前潤是哪一個星座 不對平 那會對他有因應嗎 不會啊 每個人不一樣 那你有覺得水平就是 很怪嗎 但我也很怪啊 那你也很怪 所以沒關係 大概奇怪 好 那你跟前潤是怎麼樣 然後分手 有一天就突然收到一則訊息 然後就說要分手 真的假的 對啊 那還跟你說的原因 就是說 淡掉了 淡掉了 那也就只能接手這樣 對啊 未來的就是理想型是怎麼樣 要跟我一樣成為日本人 那你以後會想去日本定居 有計畫 乾淨 就看起來日日日的 這樣就可以 如果情人節快到了 你會想要送對方什麼禮物 看對方喜歡什麼吧 那會想收到什麼 手作的東西 很有心意的那一種 這對男生來說其實很直接 對 所以我覺得收到這會很開心 對啊 沒什麼看過幾個 一起去吃拉麵 耶 好可愛 我想吃 我也想吃 我問一下大家平常怎麼稱呼你 呃 引錢 啊是什麼星座的 是處女座 你覺得自己像處女座嗎 像嗎 很急掰啊 沒有特別的性癖嗎 大就好 大就好 你的興趣是什麼 逛街啊 餐電影 玩遊戲 打囉 喔 打囉 會會打囉 加好友 我的名字很難聽耶 小一小只有大菊花 歡迎加到好友這樣 你單身多久 今年第四年是不是 那你單身的日子過得怎麼樣 我有 就很正常 沒有想要脫單 還是會啦 喔 你昨天那切到說你很寂寞 沒有 只是他在那邊亂講話 好啦 有發啦 啊 嚇人 跟前任是怎麼分手的 還記得嗎 被劈腿了啊 玉媽的 超女媽的 他還帶小三回家打包 等一下 等一下 啊你怎麼發現的 就手機會發現啊 那個感覺 對方是什麼星座的 天蠍 那你有因此對這個星座 沒有 我一輩子都會遇到天蠍 所以你跟天蠍有一個滅源就對了 對 那你下次再遇到你會覺得 啊 其實就是他了這樣 因為又是一樣的 嗯嗯 就會 嗯 那你的理想心是怎樣 外型或是個性 六高吧 就是順眼就好 個性呢 就是不要很體現大體的 喔 不要太大男人 是不是 啊你是0還1 都可以問啊 0啊 你假想你要過情人節 你要送什麼 看看在一起的程度 如果越長當然會送越好的 啊剛在一起就是 可能就吃個飯 我不介意你心願很想趕快來找我 哈哈哈哈哈 平常要怎麼稱呼你 就是綽號 呃 都叫Kelly 是什麼星座的 摩羯座 你覺得自己像摩羯座嗎 呃 不太像欸 而且有些人說摩羯很悶 比較偏射手欸 對 我覺得你滿像射手的 對啊 還是你答應他射手 因為我們 我們有在缺射手這樣 不然我射手好了 哈哈哈哈 那你的興趣是什麼 看電影吃飯 吃好吃的 單身多久了 單身 其實沒有很久 沒有 大概一兩個月吧 為什麼分手 因為他想玩 然後我就想說 那就放下去玩這樣 真的假的 他直接跟你說喔 對啊 他也滿誠實的 他也是滿好的 至少他沒有亂搞 我在跟我講 他是什麼星座的 他天秤欸 那還會想找天秤 還可以 一人應該就 天蠍先不要了 為什麼 你有遇過是不是 天蠍很可怕欸 你說祭仇嗎 對啊 然後控制慾 他控制慾很強 就不太好這樣 你的理想型 外型可能會穿搭 可是沒有限定風格 就是好看簡單就好了 身高 其實比我高就好了 不要太悶手 好聊就好了 好 那如果秦仁姐 你會想要送什麼禮物給對方 我之前是買 可能比較潮臺的T恤 或是大學T恤 就不會叫太貴 大概一千多 這樣就可以了 那你自己會想收到什麼 很就不要娃娃 就可以 他剛在家裡長那個塵蠻 他很佔位子欸 最好對我好一點 一定要一定要 想問你一下 平常大家都怎麼稱呼你 香港人會叫我Chris 香港人為什麼 然後因為我是香港人 我紫瑞 台灣人會叫你紫瑞 是什麼星座的 促宇座 你覺得自己像這個星座嗎 我像 可是我比較像雙子座 因為我月亮是雙子座 很三心二意 可是這樣對你的職業來說 是有幫助的嗎 對 我覺得對我自己個人而言 我找到了三心二意的生活方式 那你在感情上 也會三心二意嗎 欸 會 蛤 會 我覺得 我覺得還蠻三心二意的 但我在追求這個人 我覺得很用心去追求他 甚至是非常真心的 把我的愛告訴他 可是一在一起的時候 熱戀期一過就是一個討厭 熱戀期一過的時候 就會開始我自己有心態說 不要再在糾纏我 不要糾纏我 給我多一點時間 我什麼 不要一直溺在我旁邊 那你單身多久 14個月吧 那一段是怎麼分 分開之前 我們互相都會 都已經知道 其實彼此都不太適合在一起 因為好像一直都覺得 自己在妥協對方 你說它是什麼星座 它是牡羊座 那你會因此對牡羊座 有不好的想法嗎 不會啊 我跟我前任還是很好的朋友 反而我們分首次後 比在一起的時候還要更快 所以你是可以跟前任當朋友 我絕對可以 平安姐會想要送對方什麼禮物 我們互相之間 什麼東西對我們最有價值 對我就會朝這個方向去想 嗯 是什麼我就想不到了 那你自己想要收到什麼禮物嗎 我心意比較重要 那你理想的 那你理想的另一半 外型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要求 或是一個想像 身高什麼都還沒差嗎 都沒差 我希望它更有主見 它一定要首先是愛自己 都會愛我 所以你自己也是這種模式 就是你在感情中 非常非常 你就是希望是構置擁有自己的空間這樣子 對 無論我們身在何處 我就希望你跟我互相都可以 把我們各自的 各自經歷到任何事情 或各自最深刻 開心不開心 酸甜苦辣都可以分享給對方 哦 很棒耶 很深情很深情 快樂 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祝你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